今年11月跟12月初 台湾就分别发生了两起比特犬咬死人的意外事件 就引发了社会的关注 那发生这样的悲剧 不管是伤者还是狗狗 其实都是受害者 难道没有办法来遏制这类的事情再度发生吗 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两位来宾 来跟大家聊聊相关的争议跟法律问题 不过让我先帮大家整理一下 发生这两个案件 第一个就是在10月11号 所发生这个新竹的尖石乡 他在有一个男子 他在酒后就去逗朋友家的比特犬玩 然后结果没想到这个狗狗突然就抓狂咬人 就造成男子死亡 那狗狗就被强制带到收容所 等待每一盒的领养 但目前并没有人收留 可能会面临终身监禁 那在12月的时候 就是又发生屏东春日乡 有一个三岁的小男孩 就误闯邻居的家里不慎就遭咬死了 那肇事的狗狗一度呢 要进行人道评估要面临安乐死的这个命运 那他是经过网友的请命 目前呢这个县府决定要规划 梅河的领养 不过他最后命运到底会是怎么样呢 其实大家现在都没有人知道 那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先邀导这一位 是台湾动员会的副执行长陈玉敏 来玉敏跟大家打个招呼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来玉敏我们先谈一谈 就是说我们台湾一年会发生多少次 类似这样的案件 好我这样说 就是说根据如果有通报农委会 或者是有被记录的案件 大概是高达两万件 那这两万件很多 他的两万件的件数不是只是在家犬 就是包括当然包括流浪犬 那如果说有宠物攻击人的事件 家犬攻击人有被记录了 大概是84件 89件2019年的数据 所以应该这样说 就是说我们整个台 我们这一次看屏东比特犬的这个事件 我们觉得有一个很重要 没有被整个社会大众注意到的事情是说 这里面其实有非常严重的 因为不当释养而引发的攻击行为 其实如果观众朋友有注意到 这一次事件爆发之后 大家看这只狗 屏东比特犬的这个事件 其实新竹那个案件也是一样 我们会看到说这个比特犬 它被释养的环境 基本上它是完全就只是一个 废弃的木头盖住它 然后上面搭着一个遮雨棚 其实那个遮雨棚也遮不了什么雨 那这个狗终身是被一个铁链 这样子链住的 也就是说它其实整个活动范围 其实非常受限制 所以其实我们就在上个礼拜 我们也跟立法委员开了一个记者会 我们其实呼吁说 第一个是不要把比特犬污名化 基本上任何狗 如果因为人的不当的这个行为 其实造成了这个狗的行为 就是失常任何狗 总是小的这个马尔祭司贵宾狗 其实都有机会把人的骨头给咬断的 所以并不是只有比特犬有这样子的问题 另外一个我们想要谈的是说 你看那个那只狗一辈子 它就是被终身的铁链链着 那你知道其实任何动物 它的天性就是这样 它就是战跟逃 遇到有威胁状况的时候 那战的成本很大 战就是不是飞死 就是急伤这样 所以动物第一时间 它如果一个威胁靠近 它能够尽量做的 就是它能逃 它就尽量退 但是对于这个被练犬来说 终身被关聋 或是被练的这个狗来说 它们有一个状况是 它其实很清楚意识到 它能够逃的空间 只有练子长的距离 所以我们研判很多时候 孩子可能 我们不知道孩子做了什么 孩子可能挥舞了什么 都会让他觉得被威胁 那他的安全被威胁了 所以这个时候 它其实它能选择的就是战 那它常常 因为它非常 它被练住 所以它跳起来的时候 它可能一下子咬住 孩子的衣袖 或者是可能 只是一个声音很大 孩子跌倒 它就有机会 把它拖过来了 所以我们研判说 其实是因为这样的 一个不当饲养 造成了这样的悲剧发生 所以玉米 我们在看这个练犬的情况 我知道这个 台湾的状况蛮严重的 但这是我们台湾独有的情形吗 其实不是 那也因为这样 其实在全世界各国 就催生了非常多 对于这个问题重视的 这个法令 我就先以美国来说 美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就是CDC管理局 他们其实在1994年 他们就做过一份报告 就他们就发现说 在美国发生的这个 犬肢攻击人 或是咬死人的事件里面 三层的狗都是被练住的狗 也就是说被练住的狗 攻击人的比例 是非被练住的狗的三倍 高达这个三倍 所以我们刚刚讲 就是说这个狗 被你一辈子这么拴住 那他觉得他自己整个的 你一旦靠狗 都是有领域性的动物 他被你拴住 他就认识到说 他的活动范围大概就是这样 这是他的领域 他的地盘 所以任何一旦 你靠近这样 even是世主 有时候世主 只是去换个水 换个饲料 这些被练犬都非常容易 就把世主给扑倒了 甚至打翻自己的狗盆石盆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被练犬 它有非常严重的动物福利问题 所以因为这样 美国23个州 就是有非常严格的法令 比方说包括夏天很热 这个佛罗里达州 他规定你说 你如果有 你因为要外出 要栓绑你的狗 你在早上9点到5点 这段时间不可以栓绑 因为烈日当空 非常的热 所以他只允许你在 傍晚黄昏的时候 你短暂的栓绑 那有些州他规定你说 你要栓绑可以 你不能超过三个小时 他同时规定你 这个栓绑的链的距离 你要让狗 其实有非常充足的 活动范围跟空间 所以这个事情也是 也是就是用这样的方法 就是这个例子来告诉我 就是台湾的政府 必须要正视这件事 回到我们台湾的例子 我们台湾的乡间 其实不要就离 我就走出台北市 新北市的状况 我们有非常多工厂狗 果园狗 他们一辈子都是被当成 是看家看门的工具 那就是一辈子 就被这样终身的栓养 所以我们这次才会说 我们觉得台湾有非常 这也是需要去做研究的 这么多犬攻击人的事件当中 包括攻击邮差 很多真的都是被终身炼住的狗 OK 那除了这个终身炼住的这个问题之外 我们还有没有其他不当饲养的问题 今天趁这个机会一起讲讲吧 我想台湾的不当饲养的状况 第一个除了终身把他们栓链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终身的把他关在狗笼里 第三个就是说 其实你养不管是狗或猫 你养在家里头 你完全就是有点 就是他其实就是孤独的生活着 完全没有跟氏族有任何正当的这个互动 那另外一个是说 我要讲不当饲养里面还包含一个 就是事主自己本身 没有正确的养狗的这个训练 所以事主常常错误的给狗 这个就是错误的认识 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比方说如果你家的狗 其实非常容易激动的 那你回到家的时候 如果他正在吠叫的时候 如果你用一个更高抗 你不要叫 你真的用骂他 其实你只是让他更兴奋 因为他会以为 你再跟他玩吗 对 你再跟他玩 他就会变得更兴奋 所以像面对这样的狗 就是他非常容易激动的狗 事主常回到家里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 好好好我回来了 谢谢你 其实是一种比较平静 比较抗荡的这种状况 那久了狗狗自己就会冷静下来 所以我们回到刚刚说的 这个不当饲养的状况 里面有一个很严重的是说 狗当他离开他的社群之后 他来到人类的社会 你养了他 他就视你为老大 你是领导者 所以领导者的任何的指令 都要非常的清楚 为什么我们要带狗去上课 让他知道说 这个时候你可以喂的 你要等一下 你要坐着 那你这个时候 你要给他什么样的行为 你都要 你自己本身要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很多时候 事主是歇斯底里的 或者是非常神经质的 很容易就养出一个 也很容易神经质的狗来 对 好 那我想在这边 我想跟大家讲一讲好了 就是说你觉得 像我们在美国 其实我们养了小狗之后 第一件事 其实就是带去上课 对 然后这个带去上课的时候 其实不是只有狗上课 其实是主人也上课 是 所以我觉得 请跟大家讲一下好了 通常上课发生什么事好了 那鼓励大家 其实蛮好玩的 我是说真的 其实我还蛮喜欢带狗去上课 蛮有趣的 结束之后 还大家办个毕业典礼 其实蛮开心 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通常上课的时候 是发生什么状况好了 我想第一个是 在国外 其实很多时候规定说 你要养狗 你必须上课 上课的意思是说 其实就跟你要生小孩 爸爸妈都要了解 怎么像爸爸妈一样 那你上课很重要的是说 狗因为它没有办法 讲人的语言 所以你就必须了解 狗的行为 狗的肢体语言 它要告诉你什么 比方说狗把耳朵放平的时候 它狗的耳朵 已经不是这样子 像正常那样出现 它其实是进入一种 警戒的状况 它已经在紧张了 所以你要懂得了解 它的肢体语言 另外一个是 一个就是非常有自信 非常开心的狗 它尾巴绝对是上扬的 但当你的狗尾巴也摆平 或者你的狗尾巴是夹进来 已经夹到屁股里头去的 其实在对它非常地恐惧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你应该先 上课就是我们一定要先了解 动物的肢体语言 它要告诉你什么 狗要攻击人之前 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迹象会出现 包括说你以为你的狗 每天在那边舔舌头很可爱 可是你知道舔舌头 狗不断地舔舌头的时候 代表狗很紧张 所以你就必须去了解说 是什么状况造成它现在这么紧张 那第二个就是你除了解 动物的肢体语言之外 第二个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让狗 能够听得懂你要说的话 所以一个世主稳定的 就是当你要告诉你的狗 坐下的时候 你绝对不是去硬压它的屁股 让它坐下 这个时候狗其实会非常紧张 所以你要怎么样能够站住 你站住说好 wait 你站住 然后你同时用牵绳的方式 去告诉它说 好 我现在这样子 其实要告诉你 坐下来稳定 不要紧张 例如像这样子 你要怎么样跟你的狗之间 建立属于你们之间的 共同的语言 那所以我刚刚说 对一只狗来说 它其实它接收到 你的命令是什么 它自然会去做什么 那我们回到刚刚 我们说的这种 终身被恋犬 或是被关聋的这种状况 基本上他们其实是 非常的困惑的 他们对人 他们完全被剥夺了 正常的社群互动 然后他们的世主 基本上你会看到 被恋犬的事 基本上大概就只会 辱骂它而已 不要叫 然后不要打翻水盆 到底上 所有的语言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当它 这个狗要开始 护卫它自己的家园 或者是 它要做出些什么事情 你必须给它奖赏的时候 它也得不到这个奖励 到最后这个狗 就会完全处于一种 非常困惑的状况 它完全不晓得说 我的老大是谁 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我到底要有什么样的 行为表现才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说除了这样的状况 被恋犬或是终身被关聋的狗 它除了精神 其实是处于崩溃的状况之下 它其实完全不知道 这个世主是谁 其实这个世主 等于不是它的世主 我会想说 尤其这两只已经出世的狗狗 我想说实在 现在要 我说实在 没合领养这件事情 我觉得 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讲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自己养狗 那我都会觉得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能力 照顾这样的狗 因为它基本上就是生病了 所以你觉得像这样子的狗 我们怎么办呢 我这样说 从过去我们 动保团体被通报的2000 就是这五年来 有被 就民众通报 我们有2000 将近2800个 所以不当释养的案件 那不当释养的案件 当我们去访试之后 我们常会发现说 很多被不当释养的狗 它其实会出现攻击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这狗生病 它其实透过这种 不断的吠叫 或是它 它其实可能 它身体非常痛 所以它痛到 它其实就用咬人的方式 来告诉你说 我非常的不舒服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会让它去上课 其实基本上 刚刚您谈到一个 很重要的事 不是只是狗上课 而是人要上课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 那个例子是 你人怎么样 开始带着这个狗 重新去建立一个 正确的 安全的人权的 这个关系 我们其实很多朋友 养比特犬 温柔的不得了 那个比特犬 完全没有任何 攻击人的倾向 所以你看这只狗 当它被带出来之后 它脱离开它那个恋犬 它到了收容所去 开始有人正确的 跟它互动 它呈现的状况 其实是放松的 然后它是 让你觉得说 它是安全 它可以被抚摸 所以我们会说 这只狗 我们认为说 它其实不应该 就这样被安乐死 就是人类的错 不应该由动物来承担 其实我自己的概念 一直是这样 我都觉得 因为狗 它的天性 本来就是要 跟你做朋友的 它本来的天性 就是要 听从你的指挥的 所以我老实说 我觉得出事的时候 我觉得人 要负比较大的责任 就是四组 要负比较大的责任 今天这个狗 会发生这样的 然后也很鼓励大家 真的 去上上课 带你的狗狗去上课 是很有趣的经验 而且还可以交很多 朋友 OK 你想想看都是 他们大家一起 都是养小狗 其实是非常有趣的经验 今天非常谢谢 谢谢 我们接下来访问了 第二位来宾 是严宏怡 严律师 来请严律师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严律师 请跟我们讲一下 就当天发生的状况 好不好 好 因为当天发生的状况 是 发生了一个事实 就是一个小朋友 三岁小男孩 走进了比特犬的领域 所谓领域是因为 他被练住的活动范围里面 然后导致被他攻击而死亡 对我们来讲 这个其实是一个命案的 我们讲说 也是一个命案的现场 我们的国家的司法体系 对这种有人死亡的案子 本来就比较谨慎 所以当时的状况是 小孩子送医之后 确定不治死亡之后 理论上这只狗 应该就是变成一个 犯罪的一个 就是说不一定是犯罪的工具 但是那是一个证物 因为他咬死了小朋友 现在重点来了 就是说 好 因为这只狗咬死了小朋友 那谁要负这个责任 法律责任 所以事主是直觉上 我觉得好像事主 因为狗 狗是他的 狗是他的嘛 所以我们觉得 事主应该要负这个责任 这样对不对 是的 我们从动保法的观念规定来看 动保法里面有规定一个 很重要叫事主责任 其实我们动保法 对事主责任的规定 是非常的多的 也就是说今天做一个事主 必须要好好照顾 他所饲养的动物 而且要避免 他所饲养的动物 去伤害到别人 这个别人包括人 以及其他动物 所以在动保法里面 其实是有规定 你如果有养一只狗 这只狗 不能去伤害其他人 或狗或猫 都是一样的 今天事主违反了这个规定 所以其实 在法律上面 他是没有尽到 他必须要遵守的法律责任 所以他这个过失责任 应该是逼不了 OK 好 我们现在倒过来看 男童的家属这一边 可能也会有过失的责任 当然我 因为我目前为止 我没有看到 因为平中县政府 好像有做一个访查报告 我还没看到那个报告 所以我不确定 那个访查报告里面 确定的事实 因为我现在得到的讯息 都是从新闻上面来的 那新闻的说法是说 当天其实应该是 小孩子的妈妈出去买午餐 所以他认为就是说 因为他的妈妈 就是小男孩的外婆会在家 所以外婆会照顾 三岁的小朋友 所以他就出去买晚餐 可是午餐 没想到回来的时候 发现男童已经被狗咬死了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 因为 其实我们在看案件事实 事实发生的时候 我们会去找原因 那原因里面 我必须要强调就是说 大家都一直以为 如果不是狗有责任 就是妈妈有责任 其实不是 对我们一个形式的体系来讲 有过失的 其实都要负责任的 也就是说 即使今天我们去讲说 四族有责任 并不表示妈妈就没有责任 所以我们要看来是 从妈妈这边来看 她到底是不是要去负责 那依照我们的儿少法里面的规定 就是七岁以下的小孩子 不能独立在家 必须有人陪伴 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因为妈妈那时候是以为 她的妈妈 也就是外婆在家 所以妈妈会帮她照顾她的儿子 那显然她误会了 因为外婆也以为 小孩子跟着妈妈出去 所以外婆没有特别去注意 所以其实现在有一个状况 很有可能 依照就是新闻的报道 很有可能是妈妈或外婆 两个人都有过失 对 那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就是说 因为其实两边 当然我们今天可以去说 你们不应该犯错 你们如果不要犯错 小男生就不会死 世主如果能够顾好他的狗 男童不会死 妈妈跟外婆讲好 就是说我要出去 你帮我照顾 外婆说好 她也特别去注意小朋友了 这个悲剧也不会发生 可是事情都发生了 事情发生了 我们现在再去谴责 其实我觉得对于 整个案件的帮助并不大 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刑事案件 刑事案件的话 我们的国家会依照法律去给 不管是世主还是妈妈 或者是外婆 一个适当的评价 那我们需要去做的是 我们有没有办法去避免悲剧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我们一味的谴责妈妈 一味的谴责外婆 其实难道外婆或妈妈 他们想要这样子做吗 他们一定是不想 而且就像周星驰的电影演的 他们还有犯错的机会 他们其实连犯错 再犯错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他们小孩子已经过失了 对 所以严律师 从你的角度来看 我们说重点应该是避免将来悲剧再发生 所以从法律上来讲 你觉得应该怎么做比较好 好 目前为止 我想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其实不应该把这整个混成 就是说到底谁错的问题 而在于我们应该怎样去弥补 这个社会有没有办法 让这个悲剧尽量不要发生 发生的原因在于 世主没有照顾好他的狗 在于妈妈跟外婆 没有好好照顾好男童 那我们的法律规定有没有疏漏 我们的行政单位在执行法律 对于动物的保护 对于那个世主照顾狗的责任的部分 有没有疏漏 以及我们的法令跟行政单位的执行 对于妈妈或外婆 照顾小男孩这个地方有没有疏漏 才是我们要去检讨的重点 情绪和发言我觉得过了就好了 因为如果情绪一直发言一直下去 其实我还蛮担心就是说 因为现在其实最悲痛的一定是妈妈 再来可能是外婆 那我们其实以前常常处理过 遇到类似的案件就是 同时具有被害者跟家害人的身份 这个其实是最痛的 那你现在去谴责妈妈 她说好我知道错了 可是知道错了 然后呢 她有可能就会进入一个创伤症候群 另外我们如何去告诉所有的 不只是养比特群的世主 而是所有养动物的世主 你养动物你就有责任 世主责任其实是非常重的 OK 我想今天非常谢谢严律师 我想这个 我觉得严律师讲的很对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如何避免这样的悲剧在发生 今天非常谢谢严律师 是 谢谢范小姐 谢谢大家 谢谢